本周末八场比赛值得期待 广州得比一直以来都让重大将帅耿耿于怀 此番有主客场之别的较量 谁能笑到最后 而大雷人在首轮输球后很不甘心 主场与河南监业交手 能否迎来赛季首胜 高拉特火线失忍后的河北华夏 首轮长到甜头 这一轮遭遇更强大对手 能否再从上岗虎口拔牙 而江苏苏宁与山都木能的强强对话 将是一场火星四剑的较量 鹿死水手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特别的中超全新赛季 特别的首轮好戏连台 八场比赛三十个进球 三场逆转两张红牌 一个帽子戏法 2020赛季的中超 就这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开始与球迷相伴 在期待与担忧中 中超首轮给了球迷特别的惊喜 尽管首轮还有诸多的不如意 更有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人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风火载燃 各路近旅一定会通过战术 与阵容的调整 让球队做得更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斯坦利叔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首轮 深花与深圳 形成了冰火两重天 面对上赛季降级的深圳队 他们能否拿到首胜 自然引起球迷的关注 而摇身一变成为黑马的深圳队 当然希望再接再厉 继续连胜之旅 从首轮展现出来的状态来看 很明显深圳队站得上风 而深花队给人的印象 多少有一些力不从心 三条线都不在状态 当然这与诸多客观因素有关 比如冯小婷 曾成英回避 原则无法出战 再比如莫雷诺归队较晚 状态并未恢复到最佳 尽管如此 深花输球背后 还是有些许的亮点 金星玉和杨旭的双高组合 开始显现出了一定的冲击力 只要稍加磨合 相信威力会更大 这也足够警醒深圳后防 要在防守方面 做好有针对性的文章 尽敬土豪深圳队三比零大胜复利 算是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这一惊喜的回报 多少还让球迷有些不太适应 而更让球迷感到新鲜的是 与上赛季相比 眼前出现在新赛季的深圳队 几乎是另外一支全新的球队 心源人数达到了20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迎战深花 将会更加吸引球迷的目光 从高练首秀的出色发挥 到三条线的经验首秀 恐怕都会让上海深花将士们 感到很不舒服 要想在这样的深圳队面前 争夺三分 并不容易 上赛季深花曾经在主场里 2比1击败了深圳 而深圳则在主场里 同样的比分让深花称臣 今番再次焦手 相信会有好戏可看 特别是对于高龄这位 曾经在深花效力过的球员来说 更是展现自己的舞台 那这场比赛我个人的建议是 深圳加兆业赢球 如果从过往战绩来看 这场比赛绝对称得上是一场强强对话 中超历史上 富丽与恒大交锋16场 富丽6胜2平8负 这也是中超16强中 与恒大交战成绩最好的球队 没有之一 然而随着中超首轮开打 人们发现当下的广州富丽 着实不大具备与恒大抗衡的资本 无论是主帅的比拼三条线的较量 似乎富丽多在寻找状态的过程中 而富有冠军底蕴的恒大 在卡纳瓦罗的带领架 依然充满了争贯的霸气与豪横 从世界足坛的名气来看 范帅无疑不如卡纳瓦罗 本来执教的阅历 比卡纳瓦罗要丰富多的范帅 却在中超首秀里显得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阵容的捉襟见酒实力的恰强人意 让空有一身执教本领的范帅 也是图换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 荷兰人范布隆霍斯特入主后 试图改变斯帅时代的大开大合风格 致力打造于一种攻守平衡的战术 从首轮实战来看 富丽回归四后卫的防守体系 比之前斯帅力推的三中卫 相对要稳固一些 但防守球员的个人能力却不敢攻卫 稀里糊涂的丢了三个球 甚至有一个乌龙球 两个点球还都是因为防守球员的 无畏犯规所致 后防线如果还这么弱不禁风的话 那么在恒大交锋时 恐怕会有更多的苦果要吃 相比之下 卡纳瓦罗麾下的洋枪土炮 他了如指掌 指挥落定 攻防三条线均没有明显的漏洞 更让他惊喜的是 韦诗豪表现超出了他的期许 而保利尼奥这种全天候作战的选手 更让恒大拥有足够的自信 一旦塔利茨卡恢复状态 中超还真没有几支球队能够与之抗衡 当然对于广州福利来说 他们在心态上从来不触恒大 否则16场比赛 他们也不可能拿下6胜208负的成绩 只是在新赛季球队存在诸多软肋的情况下 范帅能否继承不惧恒大的光荣传统 值得考量 两队手轮都力展对手 此番交锋谁能从对方手中夺走两年胜 双方中超历史上有过22场交锋 苏宁五胜十平七负 上赛季两队主客场均以1比1握手言和 从新赛季两队手轮表现来看各有优劣 而共同之处在于两队手轮战役中 均扮演了逆转和逆袭的角色 苏宁在与剑叶的比赛中 利用换人新规则通过不断的换人调整 让球队始终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战斗姿态和战斗能量 在落后两球的困难面前最终实现逆转 山东五能测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 依靠费莱尼的帽子戏法上演了逆袭的好戏 三个投球几乎是进球的回放 如出一辙 就像我们偏头放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 首轮一场极富张力的胜利 充分体现了鲁能全队的韧性 也展现了李肖鹏的临场指挥能力 不同的是 苏宁的外援本邓深度十分抢眼 而鲁能侧依赖重点球员 大盘球形的强势发挥 赛季首战中 佩莱、卡达尔以及莱安纳多缺阵 王大雷带琳也因伤病原因未能出战 如果没有费莱尼单旗救主的发挥 鲁能恐怕也没有这样幸运的 在大连人身上抢走三分 当然鲁能目前阵容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 一旦鲁能的洋枪土炮能够恢复到最佳状态 鲁能的实力势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首战中 上赛季外租练及的U23小将郭田宇 替补登场后呢 展现了自己取得的进步 次轮与苏宁一战 郭田宇能否得到更多的出场机会 值得关注 而鲁能要想在死亡之组杀出重围 就必须一往无前 首轮 大连人 河南坚也都以一种郁闷的形式输了球 而且都是被对手逆转 本轮相同命运的两队遭遇 谁能一扫郁闷赢得首胜 谁又将继续沉沦 从一球领先到被连进三球 连人队在赛季守秀中尽管也有亮点 但也还是没能打破重返顶级联赛以来 赛季守秀不胜的尴尬记录 贝尼特斯的队伍现在还缺乏贯穿全场的 在攻与防不断转换中 在跑位技术动作和思想意识上的一以贯之 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调整状态赢得首胜赢回自信 应该是当务之急 首轮大连人在上下半场判若两队 众多心源迎来代表大连人的首秀 多少给人一些水土不服的感觉 本周末在与综合实力较弱的河南坚业比赛时 大连人能不能拿出足够多的办法 把领先优势变成胜势 尽管最终输球 但从首轮战役中不难发现 河南坚业所体现出来的战斗力 还是那一份熟悉的味道 虽然球队处于A组这样的虎穴狼窝中 在条件均等的情况下 球队也不见得会完全处于劣势 只是球队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还需要等待卡兰加的商誉付出 以及巴索哥的解禁隔离 同时更需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内 教练组做出对比赛 对对手更加充分的准备 由于卡兰加的受伤 巴索哥还在隔离 剑叶只能派出多拉多和伊沃两名外人出战 而大连人则兵强马壮 能否在阵容与实力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阻止连败 抢得一分 无疑是剑叶教练组所要谋划的重点 首轮两队都拿到了三分 展示了新赛季的新风采 此番较量谁能笑到最后 两队在2019-2013赛季有过四次交手 其中国安夺取了全胜 新赛季首轮发挥出色的武汉卓尔 能否打破逢经必败的魔兽 值得关注 就在其他球队吐槽赛程太密集时 玉林钦主帅热内西奥却反其道而行之 认为赛程密集其实是对国安的优势 原因是阵容厚度足够 我不这么认为 每个位置上都有可以轮换的球员 首轮 法国人就用一套全滑板首发 彰显了玉林钦新赛季的信心 虽然比赛中阿兰上场表现平平 中后卫阳帆染红后 或许给次轮的排兵布阵 带来了新的挑战 上赛季卓尔斩获中超第六的佳季 本赛季揭幕战 又在新帅带领下给出亮眼表现 这就是英雄城武汉以足球的方式 带来了全国人的惊喜 武汉卓尔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精气神 以战术打法令人眼前一亮 不仅仅是刘云有出色的表现 李铁提拔的另外三名裹脚 李航 董春雨 明天也都出色的完成任务 成为首轮比赛 武汉卓尔队获胜的基础 此番宇强敌过招 这几位裹脚的表现无疑将是球队抢分的关键因素 中超首轮 永昌与黄海均没能拿到胜利 其中河北得比 升班马永昌2比2 暂停河北华夏 相比之下呢 青岛黄海在于武汉卓尔的比赛中 败下阵来很不甘心 对于永昌来说 首轮能够从华夏身上抢了一分 输为不易 而本赛季从复利回归的新元王鹏 轰入了世界波更是其中的亮点 难怪永昌主帅 古比特会对王鹏赞誉有加 总体来说呢 永昌当前的阵容 多少给人一种轻黄不接的感觉 古比特想要实现宝级目标 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相比之下 青岛黄海虽然首轮输球 但其实比赛并不难看 只不过前三轮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和不可预知的挑战 一是外援什么时候凑齐 什么时候征战 二是黄海主帅马钦 什么时候能带队训练和打比赛 外援不利 外加临战换帅 黄海的中超猝子赛季的前几轮并不好打 但对于目标保级的他们来说 独特的赛制也是有利因素 毕竟即使是第一阶段成绩不理想 还有第二阶段自己实现自我拯救 本周末他们能否从永昌身上抢分 避免尴尬的两人败自然值得关注 上海上岗与河北华夏之战 无疑是一场比较典型的强弱对话 首轮表现上岗展现出了冠军底蕴 与整体实力 他们以3比1逆转天津太大 让人们看到了上岗的实力与斗志 透过比赛可以看出在洛佩斯加入之后 中超俱乐部和亚洲其他俱乐部竞争的最有力环节 外援层面上 上岗再次做到了让人满意的加分 作为前场攻击选手 阿朗托维奇需要配合进攻 而胡尔克和奥斯卡个人能力解决很多问题 洛佩斯这一绝对杀伤力气 加盟上海上岗之后 上岗对于后续的比赛更加充满信心 当然对于主帅派雷拉来说 要想避免19赛季出现的遗憾 就必须做足每场比赛的功课 即使是本周面对实力相对较弱的河北华夏 也不能掉以轻心 首轮比赛 华夏幸福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曾经一度2比1反超 最终2比2以对手占平 这个结果华夏幸福完全可以接受 毕竟首轮亮相的阵容残缺不全 捉襟见肘 后续华夏幸福的配置会越来越好 次轮华夏幸福有望凑齐四杆羊枪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放手与上海上岗打一场恶战 当然前提是 一要扎紧自己的篱笆 二要多给高拉特创造进攻的机会 否则华夏幸福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首轮无论是重庆当代还是天津泰达 都吞下了失利的苦果 但相比之下两队呈现出来的起优点并不一样 尤其是没有一个外援的重庆 对国安上半场居然没丢球 还导致对手被罚下一人 而在下半场他们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扳回一球 差点逼平了强大的国安 主帅张外龙对球队的表现满意 传华班阵容能够打成这样已经是相当不错 尽管主教练施地利克坐到了场边 但天津泰达的困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首轮比赛中泰达的排兵布阵延续了上赛季的4141 出任左前卫的荣浩在防守时后撤 左后卫赵宏略内收形成5后卫 限制了对手快速穿插接应 比赛中反击打的也是十分坚决 有球就找阿奇姆王 遗憾的是上海上岗的实力强大 让天津泰达无力撼动 相比之下 本周末与实力相当的重庆当代散开较量 对于球队来说无疑是争分的良机 上一个中超首轮的影片当中 我也出现了几次的口误 把深圳加赵业说成了深圳赵家业 多亏了球迷在评论区的提醒 还有广州恒大和上海深花的比赛中 曾成和冯超廷的回避条款 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醒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